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统社会的运行机理与内在逻辑 先讲一个故事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为了巩固统治 采用了郡国制 也就是在设立郡县的同时 又把自己的许多亲戚重臣分封到各地 统领诸侯国 这一政策除了可以让诸侯国保卫朝廷 在恢复经济方面也很有用 可是眼看经济恢复的差不多了 诸侯国的势力也变得很大 渐渐就对中央的统治产生了威胁 所以后来的汉朝皇帝只好想办法削弱他们的势力 但都不彻底 直到汉武帝想出了一个叫做推恩令的政策 才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推恩令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它是让一个诸侯国的国主 在拥有一个继承人的同时 还要把皇帝的恩典推给其他儿子 也就是其他儿子可以瓜分原有的诸侯国 这样一来 一个诸侯国一下子就被分成了许多份 势力自然就被削弱了 汉武帝是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 推恩令只是他很多成功的治国方略中的一项 但推恩令的成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分家对于一个家族的巨大影响 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 因为不论是大到富可敌国的名门望族 还是普普通通的平头老百姓 分家总会让上一辈的基业一变多多变少 这对于家族而言是一种危机 不过危机也总含有希望 今天要说的金义这本书 书中的故事也正是由分家这样一种情况开始的 金义写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福建古田的故事 而他的作者林耀华也正是福建古田人 林耀华出生于1910年 18岁时只身赴北平求学 在燕京大学读社会学 他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吴文藻 吴文藻的妻子是文学家冰心 在他的学生里 还有后来写出了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一系列经典作品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 吴文藻特别赏识林耀华 专门给他争取到了一笔奖学金 支持他到美国留学 于是1940年林耀华去了哈佛读的是人类学 不过只待了一年 他就回到了战火中的中国 在燕京大学任教 当时燕京大学为躲避战乱 从北平迁到了成都 他后来又主持了一系列社会史和人类学的研究 培养出许多优秀学者 在我国社会学研究方面可谓是鞠躬至尾 金义这本书写于林耀华在哈佛任教期间 当时他刚获得博士学位不久 但因未婚妻生病 于是就留在哈佛陪伴未婚妻 自己靠做助教维持生计 这期间他把先前收集到的研究资料 做了一个整理 在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 写了一部有关于传统乡村生活的小说 原本只是聊作消遣 但是当1944年这部小说 金义的英文版在纽约出版以后 却引起了多方关注 这部作品以小说形式写成 而其中的资料却是以扎实的人类学方法收集而来的 作品既将中国传统家族生活的方方面面 唯唯到来 同时又把中国乡村社会 在面临时代变革时的种种反应表现出来 再开拓了人类学研究成果表达的新途径 又提供了真实可信的中国形象 从而引发了学界的诸多讨论 其影响力甚至比他正经写出的学术著作还要大 直到现在金义一书仍然是林耀华的代表作 在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也很有分量 真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音了 那今天呢 咱们就来聊一聊金义这部小说 他以一个传统家族的兴衰臣服为背景 通过主人公黄东林 如何从分家之初 接近净身出户的状态 发展到后来几乎凭借一己之力 支撑整个家族的历程 从中展现出了中国乡村家族的组织与生活方式 我们会重点谈到 中国传统社会和家族的基本形态 几千年来 这个形态是如何维持稳定的 以及它在社会外部环境冲击下 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先说说中国乡村家族的组织方式 以及里面体现出传统社会的网状基本结构 关键词网状结构 就像前面提到的 金义讲家族一开始是从分家写起 就像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的那个故事 一根筷子一折断 十根筷子抱成团 中国传统观念里一直强调团结 强调集体观念 所以分家这种事情往往是很避讳的 但到了某些时候 这个家又不能不分 儿子长大要自立门户 老人去世 没人主持家族秩序 分家就势在必行了 所以呢 这里面隐含的关键就是这个分家 往往是作为一种应对机制而存在的 它应对的是家族原有状态的改变 传统的家族就像是一张网 这张网本来保持的是一个平衡的稳定状态 但是一旦其中的某根线断了 或者长短粗细发生了变化 势必就会要求整张网都要做出调整 才能够继续维持平衡 不然就会出乱子 而另一方面 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 安土种迁 分家分的也只能是权利和财产 但大家彼此仍然挨得很近 关系上并不会被切断 从更大的范畴上看 他们仍然是一个共同体 这就形成了一张多中心的大网 根本上还是一个家族 但是分家之后的家族 还是和以往不一样的 不一样就在于 每一个分出来的家庭 都有了自己的中心 而这个新的中心 与家族成员之间的相对位置改变 使得成员的地位 也与往日不同 像金义里的主人公黄东霖 父亲祖父相继去世 分家之后 他的大哥东明成了一家支掌 他一心伺候土地 但东霖却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只想着出去闯荡 这令家族内部很是不满 可也没有太多办法 在这里呢 第一次分家后的皇家 大哥成了新的中心 但和他平辈的二哥东霖 也有机会选择自己的生活 如果他们的父亲仍然健在 那这种情形便不会发生 因为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家庭里 小辈是绝不可能以下犯上的 东霖不顾家人反对外出经商 后来还自己娶了媳妇 这都是他在分家后 地位发生变化的体现 除了家族内在地位的变化 东霖也努力在外部社会谋求自己的地位 他开始卖花生 和姐夫张芬周一起在镇上开店 逐渐编织起了自己的人脉网 靠着努力和人脉网 东霖的事业蒸蒸日上 经营范围从卖花生扩展到饭鱼卖药 这些生意靠的都是人脉 像饭鱼就是朋友介绍的生意 而卖药则是因为姐夫芬周本就略懂医术 东霖还自己做主 娶了媳妇 尽管传统上来说 婚姻大事往往要听命于家长的安排 但他的经济实力 以及与一家之主 也就是大哥此前的矛盾 让他自主安排婚事变成了可能 东霖娶了媳妇 皇家的第二次分家也就不可避免 这次分家其实也是水到渠成 毕竟东霖其实已经逐步脱离了原本的家族圈子 经商的他与务农的大哥 也没有太多经济上的纠葛 家里的祖业基本上都留给了大哥 东霖也没什么怨言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分家不久 大哥东霖竟然意外深故 这一下东霖就成了皇家唯一的成年男性 他不得不收养大哥的两个儿子 让本来已经分开的家族又重新组合在一起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 所谓家族关系其实就是一个网状的结构 而所谓分家也就是对这个家族网状结构的重新梳理 令这张依靠血缘关系维持的网 从单一中心向多个中心转变 但是分家不意味着切割 分家后的这张网仍然彼此照应 并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再度进行整合和调试 从而保障整个家族的生存与繁衍 这种网状结构是这本书中所表现的家族的组织方式 而接下来这种组织方式也同样体现在社会的基本结构中 林耀华的同门费孝通先生 在《乡土中国艺术》里面曾经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比喻 他说中国的社会结构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 激起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这个比喻其实和林耀华的网状结构非常相似 成为一家之主的东林 为了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 必须扩大原有的生意规模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积累的关系 也就是此前组织起来的人脉网 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这个网络所起到的作用 也并非全是正向的 东林的生意越做越大 难免让人眼红 用网的原理来解释 就是日渐崛起的东林 破坏了这个网状结构原有的平衡 于是呢 东林遭人陷害 吃了官司 不过凭着家族团结 再加上东林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 他又打赢了官司 在摆脱了麻烦的同时 也让自己的名望进一步提升 确立了自己新的地位 到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次总结 和家族的网状结构类似 中国传统社会本身 也可以比作是一张更大的网 每个节点上的个人 都在努力谋求自己需要的联系 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 新人的发展 一定会对这个结构原本的平衡 造成影响 矛盾由此产生 导致冲突 而冲突则会使得新的平衡 得到确立 个体的位置也随之稳固 社会的网状结构 没有血缘这样稳定的纽带 加以维系 因而个人地位更容易受到冲击 这个时候相对稳固的家族关系 就会凸显其作用 反过来 家族的声望 往往也会依赖于 个人地位的提升来实现 正所谓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就像是地质学家 往往会利用火山地震 这样剧烈的变化 来研究地质本身一样 分家就像是家庭内部的一次震荡 虽然现在生于独生子女 政策下的80后90后 不太能有机会体会到这种分家 但是随着二胎政策的颁布实行 它所激发的一系列讨论 以及现实中无法避免的矛盾冲突 根本上还是在与家庭结构 即将发生的改变 因而传统社会网状结构 在面临变动时的自主调整意识 到今天其实仍然很有意义 那说完了中国传统家族 与社会这种嵌套式的网状结构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本书的第二个要点 也就是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 这一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是始终离不开谋求稳定这一目的 至于谋求稳定的手段主要有两种 一是日常生活中不伤和气 二是在遭遇婚丧嫁娶之类的事端时 举行仪式 实现家族秩序的稳定和巩固 关键词谋求稳定 实际上一个族群固有的生活方式 它总会有一个若隐若现的目的性在里面 这个目的在中国传统生活方式里 就是谋求稳定 和我们在大多数时候认为 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 就是一成不变不一样 大到王公贵族 小到平民百姓 人们的生活几乎每天都要发生 大大小小的改变 这些改变 大到婚丧嫁娶 生老病死 小到自家的果树上多结了个果 母鸡少下了个蛋 其实都会对原有的生活秩序造成影响 但中国传统一直都是农耕社会 农耕社会最讲求稳定 最希望一年四季按部就班 该情时情 该雨时雨 所以在生活方式上 人们也自然要想方设法的谋求稳定 金义这本书里涉及的生活方式 包含了农耕与经商这样的日常生活 还有就是很多仪式 像是婚嫁 祭祀 丧礼 这些民俗方面的内容 在日常的农耕生活里 有关家族成员分工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稳定生活 自然不用多说 它本身就是城市化的 而当农耕生活发生了纠纷 比如放鸭子的小弟 不小心误伤了邻居家的鸭子时 为了邻里和睦 竟于持家的大嫂会主动带着小弟上门道歉 而且给予对方优厚的补偿 为的就是不伤和气 维护乡邻之间和睦友好的状态 农耕生活之外 那就是皇家的经商生活了 皇家商铺的货物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自家生产的农作物的盈余 主要是大米 二是从周边农民渔民处收购而来的农副产品 自家的大米不做估价 直接按照市价来销售 收入全部作为家族资产 而收购来的货物呢 则要先行估价收购 这一过程里 买方和卖方就要进行博弈 这种博弈固然不能够剑拔弩张 倒也无法一场和气 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各退三分 相互都过得去就可以成交 而其中的猫腻 诸如在米中掺水 以增加重量等等做法 彼此同样也是心照不宣的 这就是谋求稳定的第一种手段 不伤和气 日常生活本身就是稳定的 因而只要有一套既定的规矩 发生纠纷时相互保持默契和谐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维持稳定其实并不难办 毕竟谁都想过安定的日子嘛 相比之下 婚丧嫁娶这些事情 就很难当做像是没有发生过一样了 因而与他们相关的那些仪式 就要在维持家族整体稳定的过程中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像前面所提到的 在家族的网状结构里 任何一个点 一根线的变化 都会改变原有的平衡状态 与之相关的其他成员 必须做出调整 才能重新找回平衡 而仪式的意义 正是将族人召集在一起 宣告变化的发生 表示出族人将团结一心 共同应对的态度 这就是谋求稳定 维持平衡的第二个方法 举行仪式 比如书里提到了东霖的姐姐 也就是她的合伙人 张芬舟的妻子张氏的葬礼 葬礼相关的仪式 持续时间很长 直到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全部结束 张家生活才能够 重新的回到常态 这一系列仪式 从开始的繁琐复杂 到后期越发减少 其实是为了让生者 度过这一阶段 适应新的生活 新的角色和职责安排 此外 这一系列仪式 由亲属共同操办 加上宾客 须到桑主家吊宴 目的也在于重新加强 原本已经存在的关系纽带 仪式在这里 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整合作用 尽管桑氏本身 对于家族而言意味着不幸 但通过一系列的仪式 人们巩固了 与彼此之间的联系 确认了自己的身份与地位 这种仪式在农村传统生活中的意义 那也就不言而喻了 说到这里 我们可以再做一次总结 就是对于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每个人来说 他们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时时都抱着一些老祖宗的规矩 不放 非常迂腐 家里当然要有规矩 但这些规矩也绝不是自打老祖宗传下来就一成不变的 他们已经内化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 而发生的改变和调整 则是为了这些规矩能够继续为维持稳定的目的来服务的 而至于生活中的种种仪式 更是在家族原有秩序被打破时 进行再度整合的必要手段 至于定期进行的祭祀之类的活动 则是在一段时间内 对家族秩序进行梳理和巩固 很多事情看似折腾 但都是为了折腾完能够更长久的风平浪静 该干嘛干嘛 就是传统生活里的理想状态 当然到了今天 我们仍旧会在种种仪式上花费许多精力 其意义与目的 与往日其实也还是大致相同的 但是这种理想状态 是发生在稳定的农耕文明条件之下的 随着时间来到二十世纪 中国大地即将迎来巨变 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一时期 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崛起 东西方接触日益频繁 中国自身的社会状态 不可避免受到冲击 制度器物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在发生着变化 时局的变化也必然使 原有的家族生活秩序较之以往有所不同 可是呢 久而久之形成的观念与生活形态 还是在努力适应变局的过程中 保留了原有的一些特质 并且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书中最后一个重点 在时代的大潮里 传统家族社会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其实就在东林这一辈上 他所遵循的还是非常传统的生活轨迹 家里务农 他在外经商 为家里积累财富 然后供孩子读书考学 本着学而优则逝的想法 皇家对于很会念书的老三抱着很大期望 无奈当时时局动荡 孩子像往日一样考取功名 已不现实 不过皇家也有了新的选择 那就是送老三去美国读书 然而学成归来的老三 却让大家很失望 因为在族人的眼里 既然去留学是考功名的替代选择 那么效果也该是差不多的 都应当是很风光的事 可是老三风尘仆仆就下了船 走回家里 排场还没相长大 毕竟人家还能有个随从 所以这里就非常明显的体现出 人们面对变局时的一种应对方式 在人生道路的安排上 学而优则逝的观念根深蒂固 所以即便是在科举制度 已经不复存在的日子里 人们仍然会支持孩子继续读书 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 读书依旧可以带回表面上的荣耀 以及实际上的用途 但老三却在表面上让人失望 因为他并没能在表面上风光无限 不过通过留学经历 他最终还是得以走出村子 在城里谋得职位 实现了不错的自我发展 时局上的改变 人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替代选择 来灵活应对 但变局下的不安定因子 却给安宁的村庄带去了更大的挑战 随着时局越发动荡 散兵游泳开始在乡野间流窜 在那个年代官匪是一家 普通人家如果摊上了事 只能自认倒霉 手财保命才是上策 书里提到家里最小的孩子 小哥外出上学就遇到了土匪 土匪将几个孩子一起绑架 他们从其中几个孩子家长身上 得到了满意的赎金 于是放走了这几个孩子 但小哥就和几个拿不起书金的孩子一起被关押起来 当时的东霖资金刚好周转不开 小哥一下子就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但此时发挥作用的又是传统社会的人脉网络 因为土匪多是就地取材 看守他们的小喽啰换了几拨 竟然不是乡民就是熟人 因为种种原因 他们失去了正当的身份 不得已才加入了土匪的队伍 凭着这样的关系 小哥和外界取得了联系 最后得以逃脱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时局动荡 加上自然经济日渐凋敝 使得乡村原有的生活结构被破坏 许多社会底层人士只能够拉帮结伙 或者加入军队 或者自立山头成为土匪 才能够维持生计 他们不安定的生存状态 显然会威胁到乡村原本的生活秩序 成为非常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但他们的危害 也会因为传统的生活秩序而得到降低 毕竟都是乡里乡林 他们暂时还不会做出杀人越货的勾当 只要拿到钱财便会罢首 遇到危险的平民 甚至还可以凭借人脉关系 全身而退 即便一时间土匪横行 强人林立 对平民的生活造成了暂时的威胁 但他们却并不会对这里的传统生活方式 造成根本性的冲击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再一次进行总结 对于中国传统的农村来说 它的组织结构 生活方式已经经过了数千年的自我调整与适应 外部环境所带来的冲击 固然会令它处于危机之中 使它必须要再次进行调整 但在这个过程里 村人的思想方式 以及历经世世代代才形成的乡村运行方式 终究会起到关键性作用 这些内容都不是任何一个人一生能够创造的 想要改变甚至是摧毁 显然也并不容易 即便是今天 在乡村治理中 我们依旧可以看到 人情在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甚至可以说 人情的因素在当下的社会 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好了 说到这 今天内容就聊得差不多了 下面呢 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 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谈到了 中国乡村家族和社会的网状结构 以及这个结构的调整机制 这个结构模型啊 就像是一张大网 里面有很多个小一点的网状结构组成 大网是社会 小一点的网就是每个人的家族 其中的很多机制 比如分家 都是在对整张网进行整合 但家族血脉 又不会因为分家而切断 在家族里 一家之主是中心 是网络上的节点 它对外要不断发展人脉 提高自己的声望 在社会范围内提升自己的地位 而对内呢 它又是整个家族的中心 它要维持这个家族的平衡 同时 它自己的地位 也就决定了这个家族的声望 其次我们谈的是 维持稳定的两个手段 一个是邻里不伤和气 还有一个就是家族里举行的仪式 像上面说到 这张网看似静止不动 但其实却是总在变化的 毕竟总是有很多的因素 在不断打破平衡 所以为了维持平衡状态 就需要有很多相应的手段 在日常生活里 千百年来人们经过生活历练 会把一些规矩内化到日常行为里 宗旨就是不伤和气 邻里和睦 而如果是出现比较大的变动 人们就需要借助 例如婚丧嫁娶这样的仪式 来保证稳定 仪式虽然种类繁多 各具特色 但总结起来 却都是在为固有的秩序 进行梳理和整合 让生活维持 或者是回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这本书的第三个重点 就是时至今日 这一结构仍然在运作 具有很强的稳定性 尽管会遇到外部环境的冲击 但骨子里想要改变它 其实并不容易 直到今天 我国的乡村 依然会保持它原有的 许多习惯和运行方式 许多仪式上的内容 都还是一如既往 更明显的体现 就是在教育上 即便是在大学 扩招的大背景下 很多村子里 如果出了一个大学生 那仍然是件大事 人们往往要大摆宴席 招待亲朋 如果学生学费上有困难 恐怕还要族人一同来解决 至于村民之间的走动和联系 也依旧频繁且实在 金益最大的价值 其实就是在一个 大变局的背景下 探讨了中国传统社会里 不变的稳定的成分 而这些成分 即便到今天 我们仍然可以 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到影子 比如社会的网状结构 我们仍然也在努力 拓展自己的人际关系 正是为了在社会的网络中 谋求一个合理的位置 而在家族内部 我们也依旧会通过 一些日常的交际和仪式 来维持老家的亲缘关系 但在当下的社会 我们同样 也处于一个变局之中 在城市化的进程里 农村凋敝 传统乡村社会 似乎遭到了冲击 但随着更多人涌向城市 名为老乡的网络结构 其实又开始 在新的城市里生成 而在家庭内部 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 城市的小家庭结构 似乎又要面临新的变化 这些改变的发生 又将会引起 怎样的调整和连锁反应呢 这都是我们今天 需要去观察和思考的问题 而今一里面的许多内容 既是对过去生活的真实记录 同时也会给我们今天的生活 带来启发和参照 好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